嘿!大家好!歡迎收看台南小旗哥的頻道 嘿!大家好!歡迎收看台南小旗哥的頻道 然後我們今天剛好報導神仁大來採訪我姐跟我爸畫黑漆 然後我們好奇劇組在拍什麼三例的報導神仁大 到時候大家可以收看 那我們就是偷錄一下、側錄一下他們劇組的需要什麼東西啊 因為看起來很專業啊 那我們就偷拍一下 那這集實際上在拍什麼我也不清楚 我就剪一些他們的片段這樣子 然後他們這集請的來賓是彩花姐 就大概這樣子 那我們就去看他們都在拍什麼東西 這個是燈光的設備 然後這是三例電視好不好 沒有開玩笑的 No joke No joke 好, so joke 來賓是彩花姐也可以 我聽他們是彩花姐 也不知道台灣人的想法 有來賓是彩花姐 我聽他們的玩笑 這就是平常拍跟阿成哥拍開場的地方 所以可以開直播 開開開開開開開 你做什麼內容台南有關的 中下龍者 YouTuber 圍斯啦 你們的弟弟 你們後面的人就可以 耶! 結帥 不要亂講他 不要真的不要亂講 他們會真的做 你們後面就先休息 應該是要後面休息也可以 來準備 來準備 來路上 5 4 3 2 整齊一點 來齁看我手勢齁 來準備 不要看著手勢齁 5 4 3 2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老師今天算結束了齁 辛苦 你的共有報好 真假啦 我說實在 今天但沒有緊張的 我以為彩华姐來 讓她做人去做事工 這樣好喔 我需要連動彩华姐 做給你們去找你們事工 那我需要連動 你們是有自己在做頻道嗎 她 這麼多人 那個 對 她是做哪方面的頻道 亂拍 她都拍跟台南有關的 一些在地文化 也沒有文化 你介紹一下你的頻道好了 你介紹一下你的頻道 喔沒有我都 我都只在台南亂拍而已 亂拍你拍什麼 所以她平常就叫在台南亂拍 亂拍 這樣比較稍微 對 這樣就好 這樣你就不會輸 謝謝 我也有三角形 你說就是 我做了一支三角形 那有六角的嗎 六角的 目前還沒人完整 那就是一支三角形 那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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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自己不在做 那叫自己不在做 哈哈哈哈 這樣好啦 不然我們可以好看嗎 對啊 對啊 要想一下 你們的農曆生日 對照點 你們的農曆生日 今天 五月 我今天農曆生日 當時 六月 二十六 六 那現在你也做你來推啊 好啊 好啊 我真的要做 我真的要做 有意思嗎 對啊 很出名 老師你怎麼 你還要買菜嗎 沒有 你怎麼這麼走 我們今天拜託你們兩年 來主角這裡拿一百五千 如果你要聽書 我叫以前 直接給我們 聽書的美金 哦 我才拿我還要拿嗎 是 有人給我才嗎 有啦 有啦 有費用嗎 有都沒有 這樣好康好康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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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二十八星宿 我姐把它擬人化的 就會變得很可愛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這邊 好不好 真可愛 那因為寶寶生 他來拍攝嘛 然後剛好有搭這個 我就順便拍啦 對吧 好啊 再看一下裡面的黑棋 就是黑棋 剛才這張照片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 非常和安可親的一位 慈父 對我來講 我看到他也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呢 怪不得老師剛剛提到 剛才的時候 他就是很感動 然後被手緊張的回想 其實當下那個時候 我以為其實是忍住的 因為我覺得 我的人生當中 阿剛才可能就是老師的貴人 對 所以大概 才可以一步 一腳印走到現在 包括他的小孩 都可以接手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不容易 在我的人生當中 我遇到了很多的坦克 但是 我有很多的貴人 像阿剛才一樣 這樣子在教導我 在演藝圈 我如何演戲 我如何主持節目 我如何要廣結善意 所以 我相信 阿剛才 是我們每一個人 心目中 都有的一位老師 是一位老師 我覺得很不容易 我覺得很不容易 因為 像那種 歐季 其實 變歐季嘛 其實 就大家 異選過了一時 就令很暖人的東西 應該一般的年輕人 不會去學 但是我覺得 我在他 這幾個鐘頭跟他相處 我覺得 他不只是只有興趣而已 這是他對他爸爸的愛 因為他爸爸的愛 也對他是無限大的 所以 我覺得 他們父母之間 都是一直非常愛對頭 所以 都希望去完成 對方想要做的事情 這是我看到的 所以 醫學很不容易 這個 年輕的女孩子 可以這樣子 來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 在我的感覺 這好像是 老天爺本來 就給他的一個使命 所以他必須要來完成 來承接他的爸爸 還有承接 這個阿剛才 對 的這個任務 給他的任務 對 我覺得 他很優秀 而且非常地孝順 也相當地親切 我覺得他做這件事情 是 很適合的 而且很不容易 我看 有可能 全台灣 就他一位女生做這件事喔 搞不好 對 所以我覺得 是很有意義的 是讓人家很尊敬的 嗯 其實在我們生活當中 你只要 去注意 去找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民族這件事情 它其實是無所在的 比方說 我們這趟下來的 所謂的祝壽 其實我們一般生活當中 親朋好 過生日 我們也會去祝壽啊 對啊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生活日常 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指示說 他給神道 在宗教這一塊 信仰這一塊 還有 所謂的 歐靈迪 歐靈迪其實一開始 我們不瞭解 我們會覺得他很神秘 甚至會有一點恐懼 可是當 玉璇他幫民間 還是神秘的面上之後 你會發現 歐靈迪他上面 不管是他的 八卦 還是他的 二十四節氣 二十八星數 其實都是跟我們生活相關的 對 然後甚至他上面 很多的那個所謂的福利 其實 就是正在 保平安 甚至保佑你身體健康 這也是跟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 對啊 所以 你會發現說 喔原來民俗 他其實就是生活 所謂的民俗 就是從生活 衍生出去的 一種東西 對 然後只要 你有在注意這件事情的話 你會發現 原來民俗 他是無所不在的 而且是跟我們這麼貼近的 然後 然後 我覺得 我想要 那我再講那個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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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他原本的樣貌 但是年輕一輩他就會覺得說 傳統好像比較刻板 會很難消化 那我覺得逸璇很棒的是說 他會用一種年輕人懂的語言 他將十二星座的概念 套用在二十八星數上面 讓更多的年輕人願意去了解他 然後真的做到了 傳承不守舊 創新又不忘了 不僅讓老一輩的得到認同 年輕人更能張開雙臂 去擁抱傳統 我覺得真的是做到了傳承這件事情 然後真的可以一代一代的傳承下去 讓更多的年輕人都可以去擁抱傳統 我覺得逸璇真的是一個很優秀的年輕人 你現在在聽說 你很讚耶 好 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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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 謝